走行台湾疫情严峻 艾拉陈佳华经常留在家中 抗议做厨神 她更不时在社交平台 分享自己的厨艺 争顿竹炒 样样都难不倒她 老公和儿子敬宝 都吃得津津有味 难怪讲起自己的厨艾 艾拉都兴兴爆棚啊 都觉得我们吃烟番茄 那是必须的 好夸张 有说老公以外的人吃过 肯定你的吗 有啊 我有一次做了一整桌的菜 很厉害 做了十几道 对啊 其实做菜也不难啦 我觉得最重要是 那个过程很享受 然后你用好的锅具 好的厨房的用具 在做菜的时候 它也会增加你 做菜时候的信心 我曾经真的用过 很难用的刀子 然后会切到 你真的怀疑人生 切到你觉得算了算了 我刚才就切副自杀算了 没有开玩笑 就是切到会很生气 你知道一肚子活那种 其实艾拉这天 是出席一个品牌活动 穿上大红裙的她 神采飞扬 还来了个华丽转身 非常风骚 艾拉最近忙着拍摄新戏 在戏中 她就会和秀子 上演一段姐弟恋 演戏经验丰富的艾拉 当然假情就熟了 只不过 她的拍档 就似乎还没完全投入啊 秀子她就是 会比较害羞啊 就是面对感情戏 这种东西 对 她会比较 比较害羞 因为她说她脸皮很薄这样 但是因为我就脸皮比较厚 所以我就会带领她 我会带领她 而且我也我的拍戏经验 虽然没有很多 但是一定比她多 所以我其实也会希望用我的方法 然后引导她 然后让我们两个的这个感情戏 可以看起来更唯美动人 以及更能够说服大家 就像还会往那种拍戏的时候 调戏男演员这个戏吗 调戏她是不需要 不需要 没有 她已经 其实面对我已经够紧张 还跳戏她 我是多变态 艾娜的好姐妹Selena 月底就40岁生日 ICT一早已经计划好 要来一个姐妹之旅 然后非常期待 去哪里 就是要开车开一段路的 大概三四个小时这样子 那好几天这样子 大概两三天这样子 对啊 非常期待 而且现在就是进入秋冬的感觉 所以我们也会去泡汤什么的 三个人一起 那你有朋友呢 要跟大众一起拍 泡泡 也是可以啦 泡泡看啦 今年Selena的生日 应该要为自己健康许个愿啦 原来最近 她的身体状况真的不好 早前还因为严重胃痛 要去诊所求医 这么大件事 艾娜竟然说不知道 真假的 我不知道 好 我会再关心她一下 她本人有说什么吗 口上还好 那就没事啊 她要不要紧张 没有 她好像就是 肚子好像有点小问题 可能是吃太饱吧 超会的 说人家吃太饱 好啦 我会再问问她 对 谢谢大家关心 对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